乔老师,您介绍一下这次废鱼化石研究成果吧 这是我们团队在云南省曲径县 曲径市惠泽县发现的一件废鱼类的化石标本 这是惠泽县发现的第一件 我们目前报道的第一件的鱼类化石 那这个化石距今大约3.91年前 属于是泥盆纪 然后呢,这个废鱼化石啊 它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在于 它具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驰板 以前的驰板呢 大家根据它的驰板判断 废鱼在泥盆纪的实际可能是以硬壳的食物为主 但是这种新的驰板类型的发现 可能要改变我们这种传统的认识 这种驰板类型我们认为呢 它主要适用于一些软体的动物 这个鱼现在还有吗 这个鱼 废鱼类呢 最早是起源于大概4亿年前 然后呢 它到现在还生存有三个鼠 它在泥盆纪的时候是比较繁盛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化 它慢慢慢慢它的那个分音性就变低了 所以现在呢 还有三个鼠 主要生活在哪半球 我们中国目前没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